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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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魏无羡线拿书回来时 正碰到陈公公沮丧的从前前攻出来 他大概猜出陈公公是来做什么的了 皇上 魏无羡看了一眼陈公公的背影 也没有多问 嗯 陪朕出去走走 蓝忘机说完附着手向外走去 魏无羡把书往怀中一揣 急忙跟了上去 蓝忘机慢慢来到的天台上 以前重大节日即行祭祀或者求雨时都在这里 下面黑压压站一片人 皇上的盛装在上面 完成着隆重的仪式 而现在下面一片空档 虽然留下的下人 把这里清扫的没有一片树叶 但也挡不住的满眼萧条 魏无羡不知蓝忘机为何会来这里 默默站在他的身后没有作声 过来 蓝忘机伸手去牵他的手 魏无羡赶紧把手背在了后面 现在虽不是在举行什么仪式 但这里对他来说是庄严的地方 他依然心生敬畏 蓝忘机笑了一下 还是拉住了他的袖子 道 过来吧 不用怕 朕想找机会公布你的身份 皇上 万万不可 现在正是需要凝聚人心的时候 不可分身 魏无羡道 他们早晚会知道的 或许因为战事分散了 他们的注意力 反而没经历顾及那么多了 我向大家明确你在正心目中的地位 这样就没人敢对你怎样了 蓝忘机道 皇上是因为陈公公在你面前说了什么吗 魏无羡问 蓝忘机摇摇头 道 他他不会对你构成威胁 但其他人不一定 魏无羡勾着头 有泪光迎燃 他帮不了皇上什么忙 可也不能拖了后腿 这个时候公布 无异于给朝中增加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哪怕一点对蓝忘机不利的东西 他都不能允许发生的 滚动了几次侯劫 魏无羡道 我知道皇上为我好 可是皇上也说过 我能保护好自己是最好的 我希望皇上能答应我一件事就好了 什么事 蓝忘机问 我想看一些兵法的书 魏无羡道 还是想当将军吗 蓝忘机问 提前准备总是好的 魏英不想让皇上为我分心 魏无羡道 蓝忘机看着他 笑了一下 道 行 书房里的书 你随便去翻 正给你一个自由出入书房的牌子 谢皇上 皇上不必急于公布那些 等为之证明自己足以保护皇上的时候 可能他们更容易接受 我要向天下证明 我是配得上皇上的 并不是只会躲在皇上的身后 我的存在是能让来世的江山更加稳固的 魏无羡激动地道 在这庄重的天台上 他像先世一样 郑重而认真 蓝忘机看着他 紧紧握住他的手 我没看错人 你就是万千人海中 我想找的那一个 行 我等着你的证明 不过有一点是前提 你不能出现什么闪失 一切行动是要在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做出的 我答应你 我跟皇上的路才刚才驶走 我怎么舍得出现闪失呢 魏无羡笑着道 自此之后 魏无羡的日子过得更加充裕 每日如鸡四刻地翻阅着皇家书房中浩瀚的兵法战书 时间在紧张中悄悄飘过 边境的战事依然焦灼 战书一封又一封地传过来 有好有坏 他们在战火中迎来了新年 匈奴在过年的前几天进攻的力度 好像小了一些 李家又趁机整合一下军队 与过去增援的将士们 商量着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开战几个月来 宫中难得没有一封封的战宝传来 大年月 往年的宫中天还没黑 早就已经张灯结彩 彩灯挂满整个宫中 今年只在一些店门上挂上红了灯笼 给寒冷的冬天添上一抹色彩 这个时候应是皇家年夜饭的时候 而此时大大的桌子上 只有蓝忘鸡和魏无羡 从此 你就是朕的佳人了 来 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 是真正的佳宴 蓝忘鸡端起酒杯道 好 皇上少喝一点 魏无羡端起酒杯 与蓝忘鸡碰了一下 小小抿了一口 年夜饭很简单 几个菜 几个点心 城内的物资供应接近匮乏 工内也一切都从简了 蓝忘鸡从小到大吃的最简单的一次年夜饭 他看着魏无羡笑了 也小小的抿了一口 不知什么时候 外面飘起了雪花 地面上渐渐泛起了白 把黑暗的世界都照亮了 蓝忘鸡向外走去 魏无羡帮他拿件披风赶紧跟了上去 几个烟花在远处的夜空中 像星星一样绽放 蓝忘鸡朝着那个方向走着 还没有走多远 烟花已经散落 皇上 外面冷 不要走太远了吧 魏无羡说着 把披风帮他披上 蓝忘鸡劈了一下衣领 朝城外的那个方向看着 最终烟花没有再起 他最后转向去了前缘 雪越下越大 魏无羡的头上已经落了一片白 蓝忘鸡用袖子 把他头上的雪扫了一下 把披风一扬 倒 来 站到里面 上面 我们会下到画面 下机 是 写人 来 你 写人 写人